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听TensorFlow笔记 上一讲,我们用六步法搭建了神经网络 使用MNES的数据集和Fashion数据集 训练了网络参数 提升了识别准确率 从图上看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棵八股树中橙色的树干 在这一讲 要给这个树干加上几片绿色的叶子 扩展它的功能 最后,还要让这棵八股树 接出一个红色的果子实现应用 八股树上的Twin和Test 需要引入训练级输入特征Xtwin 训练级标签Ytwin 测试级输入特征Xtest 和测试级标签Ytest Xtwin,Ytwin,Xtest,Ytest 都是用别人打包好的数据集 直接调用loadData函数实现的加载 那么 当你有了自己本领域的数据 又有了标签 你怎么给Xtwin,Ytwin,Xtest,Ytest复值呢?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给出了自制数据集的代码 带你解决本领域的实际应用 如果你的数据量过少 模型见识不足 泛化力回弱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给出了数据增强的代码 带你扩展数据 提高泛化力 如果每次模型训练都从零开始 是件很不划算的事 我们给出了断点虚虚的代码 实时保存最优模型 神经网络训练的目的 就是获取各层网络最优的参数 只要拿到这些参数 是可以在任何平台 实现前向推理 复现出模型 实现应用的 我们给出了参数提取的代码 帮你把参数存入文本 ACC和Loss曲线 可以见证模型的优化过程 我们给出了 ACC Loss曲线的绘制代码 帮你查看训练效果 当这些都完成 我们还编写了 给图实物的应用程序 输入神经网络一组 新的从未见过的特征 神经网络会输出 预测的结果 实现学矣之用 我把这棵八股树 表示为文字 是这六项 这一讲 将带你逐一实现 先一起回顾一下 上一讲结束时 用Sequential实现 手写数字识别的代码 这段代码 是用六步法实现的 首先Import相关模块 八股让加载 TrainTest 我加载的是 训练级的输入特征Xtrain 训练级的标签Ytrain 测试机的输入特征Xtest 和测试机的标签Ytest 用Sequential 用Sequential搭建网络结构 用Compile 配置训练方法 用Fit 执行训练过程 用Summary 打印出网络结构 和参数统计 这段18行的代码 将作为Baseline 这一讲的功能扩展 会在它的基础上 进行改进